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今天受访时表示,一中一台,两个中国都不符合九二共识的认知,也不符合现行的一中宪法。洪秀柱也指出,蔡英文、赖清德共同的主张都是台独。赖清德日前在担任行政院长任内,公然表示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。 蔡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温和,但是这两,三年来毫无顾忌进行去中国化。也是相当务实的台独派,而且他认为蔡还要更恐怖。要从文化上彻底把两岸切断。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